欢迎来到语说体育 今天咱们谈一谈刚刚打完的这场NBA全明星三分大赛 这次三分大赛也是群雄引击 这点是自从2015赛季之后 连赛当中新刮起第五风机 你看现在全明星比赛扣篮大赛 真是星光寥寥 没有几个真正的顶级的那些明星大腕 他们愿意参加这场赛事 当年阿隆格登和扎克拉文虽然说他俩打过 但是他俩当时参加全明星大赛的时候 俩人都是鸡鸡无名 在连赛当中也都属于是小将 小年轻的赛分一旦说功成名就了 就不再参加扣篮大赛了 所以你看真正的星光 基本上都聚集在三分大赛的场边 这次赛赛包括达米安利拉德 特雷扬啊米切尔 这都是各自球队的外线绝对骨干 真正的持球大合 三分远色也以此筑成 还有那像麦克比斯利 这属于是角色球员当中的佼佼者 接球三分远中率 今年在连赛当中投入的效果也非常夸张 整体常委在三分远色 投入了接近45%的命中准形 还有呢包括马尔卡宁啊 唐使啊像这种 内线圈当中崛起新生的外线的 大个骨干力量 三分远色也是他们职业生的专长 整个过程呢打得是精彩缤纷 哈利波顿他作为一个东道主 在比赛场上除了技巧挑战赛 发挥出车以外三分大赛呢 也是让人感觉年轻时代 他们刮起的三分现风 确实是一辈接一辈 新火相传 不断远远涌现出来的 小球时代的骨干力量 列拉德呢在其中 那更是彰显了自己作为表格身份 关键时刻决杀致命一级的本色 你看第一轮啊 各自都打出26分高分的总计有四人 可以说呢打的是四具立体 到最后的决赛呢 列拉德一直将比赛最后的选择 维持到了自己最后一次出手 那一记花球上 那一记花球的命中呢 才使得自己真正熬里多尘 获得了最后的冠军 恭喜列拉德 列拉德成功完成了未免装局 这种身份的话放眼历史也是相当特殊的 因为毕竟你在三分大赛的舞台 尤其是2015年之后 如此群星璀璨的环境 能够连续两次做到登顶告诸 可见列拉德呀 人们给予他的美誉 并不是过高的赞誉 而是说他的实力实然 场上这种凌然 无所畏惧的神色 包括那种肢体语言 看起来是霸气十足 但是呢美中不足啊 就是今年列拉德 别看说产烈未免了 但是当人们看完了全明星比赛 这个第二个比赛日之后 发现印象最深的仍然是斯顿库里 和越内史库 他俩那一次男女会战 这个也是NBA新加入的一个三分环节 就是NBA三分挑战赛 男子选手呢 这块派出的第一届NBA方面的代表 是NBA历史三分王 小球时代的真正开创 斯顿库里他上去迎击谁呢 WNBA当下也是三分王者级别发挥的 这么一位优秀的女运动员 圆内史库 说实话像这种比赛 对于库里来讲呢 不太公平 就NBA他肯定想要希望在三分这块大作文章 毕竟现在大明星都来参加三分大赛 而且外界对三分球这方面投入的注意力啊 也开始越来越高 扣篮大赛呢 现在暂时来看 你只能通过引用外援的方式 比如说那个麦克麦克朗啊 他在一定程度就属于是一个外援 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去加强热度 但是考虑到他对于扣篮动作的创行要求太高 这个东西一旦说比赛啊 办了这么二三十年之后 后续就没有什么更多的划烧动作 能够允许你给你这样一种绝对的空间继续去自由创作了 因为毕竟人是有极限的嘛 但三分球大赛不一样 这里边竞技比拼的意味更浓 而且尤其考虑到三分球对于比赛的意义 它其实比扣篮呢要更突出 因为你扣篮上来是一个样的 但是三分两分 那对于比赛带来的改变完全价值是不同的 所以NBA啊 可能说也是想要促成 让这个三分大赛 它的兴广呢 更进一步的推高 因此又引入了一个三分挑战大赛了 尤其是男女组合的方式 这样一来就更使得精彩纷争 因为女子选手 其实在三分远射这些领域啊 他们是有独到剑术的 跟男子选手相比 人家真就不见得超 你看那院内史库 就这场比赛 人家是在平时绝大部分WNBA生涯 都投的WNBA的三分距离 但这次呢 他主动选择 就是自己原本是有机会 投那个WNBA的距离 也就是比库里呢 更具这样一种距离有事 但人家主动放弃了 说说相当有钢的一个女子英豪 巾帼不让许美 他当时投的是跟库里一样的 NBA级别的三分远射 但你看人家 就临场临时这么一投 投出26分的高分 人家是 就是说之前 肯定不会大量练起 这类远距离的三分球啊 因为毕竟人家主业是打WNBA 但结果林阵磨抢 不快也光 就他如果投了26分了 参与就是男子主 其他那些正常 这个行进序列之下的三分大赛 那参赛的那八人 没有一个得分 比这个圆内史库更高 也就是说 这圆内史库 他林阵磨抢 已经投出了 就这届三分大赛 所有参赛人员 他们最高水准的发挥了 所以当时你看 雷拉德在场边也是变言变色 别看着自己拿了冠军成功为免了 就感觉自己好像也没有那么露脸 当然这个雷拉德无管啊 他可能说也是多想了 在这一点约内史库 发挥确实非常出色 一开始那会儿你看库里 甚至都感觉心惊胆战 还得说库里集聚格局 其实NBA官方有宣传需要 但是对于库里来说 这种比赛 说话对他来讲不太公平 因为库里在三分领域 早就已经功成名就了 这一代中师级别的高端人物 你像这种级别的 你说继续打这种 什么所谓的NBA挑战赛 只有亏吃 没什么便宜可赚 因为说话 圆内史库也极其实力 你看甚至这场比赛投的 临着摸墙投的不比雷拉德差呀 那你面对这种顶级对手 万一你一个十足的话 有可能就成千古恨了 一是什么 一是篮球领域男子选手 本身他在一定程度上 从争取的薪水啊各个方面 没说嘛 雷拉德一个人的一年的争取的工资 比WMB一年的营收都高 所以差距悬殊 男子在世界的篮球领域之内 毫无疑问呢 那他也是受欢迎的重点 各大世界上这些主流的篮球联赛 基本上也是以男子篮球联赛为主 那库里呢 作为男子篮球联赛当中 三分阵阵 紧至塔尖的这么一个选手 那他来串赛 面对一个女子选手 如果输了的话 那有可能就是一败土地 舆论风情不保 赢呢 那人家可能说 甚至还讲风凉话呢 如何如何你 战胜一个女子选手 你打的是女子途比赛之类的 所以对于库里来说 这只能说有格局 为了NBA 他市场版图的扩展 为了小球运动 为了三分 这一项篮球场上的技术 进一步发扬广大 有这种一代中师级级别的格局 所以库里才来果断应战的 最后呢 库里就真是没有让大家失望啊 就越内史库上来先出手 就给库里带来的压力那么大 但是库里啊 风轻云淡 仍然是稳扎稳打 在别人场上呈现出来了 高人一等的三分技术 最终是力压全场 中国自己的能力 成为了就是今天 整个这个全民兴 第二个比赛日 最闪耀的焦点 这是毫无疑问的 因为你别看麦克朗 他夺得了扩兰大赛冠军了 给人留下来的记忆 远远没有库里这么深刻 这是库里 最后也是奥里多准 在三分球这个领域之内 继续巩固了自己 独一无二的历史三分王者的身份 恭喜斯东库里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